歡迎收看有小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今天要教科學記號 在教科學記號之前 我們要先來學單位換算 單位換算很簡單嗎? 來把這一題抄在你的筆記本上 一如往常我們不只是要教這一題怎麼解 還要說明一些思考它的方式 所以把它抄上去 那你也來想想看 7分之2包米重7分之7公斤 將3包米重幾公斤 那這有點類似我們第一堂課學 牛奶喝到8分之5滿重7分之12公斤的話 那這樣子這個牛奶原本一桶有幾公斤 來看這個問題 這問題有兩種解法 如果是有一點耐心的小朋友 比如說通常是女生比較有耐心 那也有男生有耐心的小男生 那他可能會有一種解法不就容易捕捉到 就是7分之2包米重3分之7公斤 那1包米重7公斤 那所以3分之7公斤是1包米的7分之2倍 所以把這個倍數除掉 所以是3分之7除7分之2 也就是乘2分之7 所以是6分之49 好 那這個是1包米 重這麼多 所以3包米就乘3 所以應該是2分之49 這樣子 這個是通常會用的方式 那這樣子的話 下面這一題 那3公斤幾包米 又要再想一次 所以要想這個1公斤幾包米 7分之2包米是1公斤的7分之3倍 所以把它除掉 就可以得到1公斤是7分之2除7分之3 也就是乘以7分之3是49分之6 1包米這麼多公斤 其實1公斤幾包米就是它的倒數 有沒有看到 我們上一集學了倒數 那所以3公斤的話 其實是49分之18包米 那這個是傳統的做法 也就是先去求這個1包幾公斤 和1公斤幾包米 可以嗎 好 在這裡提供另外一個做法 也就是我個人比較習慣的做法 是這樣想的 就是7公斤 7分之2包米是7分之3公斤 我們把它視為是一套 我們去大賣場買那個餅乾糖果 不是都會有那種澎湃包 經濟包 一整包 一套裡面有好多東西這樣子 如果今天7分之2包米是一套 那它就重7分之3公斤 所以我就去想這個3包米有幾套 因為7分之2包米是一套嘛 所以3包米有幾套 就去除這個數字 比如說如果2包米一套 那6包米幾套 3套 對不對 就是去除這個數字 所以是3 我再寫在下面 我再寫在下面 所以3去除這個7分之2 那除出來我有這麼多套 每套7分之3嗎 可以嗎 同樣的如果是3公斤的話呢 那因為7分之3公斤是一套 所以它有幾套 3除掉7分之3乘以7分之2 我是這麼想的 那你就會發現我的邏輯 其實可以這樣說明 就是除跟自己同單位的 你在你的這個本子上面寫 除同單位的 然後再乘另一個 然後再乘另一個 我還是說明 我還是要強調 不用記口訣 我也沒有在記這種口訣 什麼的 但是就是理解到這麼一件事情 喔 所以有這樣子喔 我如果把它想成是一套 那我有幾套 所以我去除同單位 就會除出來有幾套 再去乘這個 我去除同單位的 再去乘這個 那這個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好然後我們要介紹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這個 一萬三千 那它就是要把它換成是 一個 只有一個個位數 但是後面可以揭曉數 幾點幾幾幾幾幾 然後乘上十的幾次方 這樣子 這樣子描述 比如說一萬三千 它是 一點三乘 一千 一乘一萬 所以是十的四次 那這個就是科學記號 因為學校老師會教啦 所以我們不多做練習 那在科學記號的運算上面 我只提醒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能夠快速的 換衝 尋常數字換成科學記號 就是去數0 那如果是這個整數的話 比較好想 總而言之 你就是想想看 你要把它從這個個位數後面 推到前面去對不對 要推幾個 所以整數的話 不只是數0而已 你還要再繼續往前推 推到只剩一位 在前面為止 那這個是科學記號 所以其實 你看我要推一位 兩位 三位 四位 所以就十個四次 這樣吧 這個就是取這個科學記號的時候 這個十到底要取幾次 那如果是小數的話呢 這樣子小數要 它會等於 2.6嘛 乘以十的 因為我就是要一個整數在前面 然後後面都小數 所以 要數會點在這裡 那2.6乘以十的幾次呢 你如果不要每次都去數的話 那有一個方法就是 在小數這個部分 有一個方法看比較快 就是去看前面有幾個0 有三個 這裡就是-3 為什麼 因為 前面的0會有兩種成分嘛 一個是一開始這個0點 後來是0點後面有幾個0對不對 那後面有幾個0 就代表你到時候要退幾位啊 可是退到這裡還不夠 你還要再退下一位 退到2後面去 對不對 所以剛好呢 你要退的位數 就會是這樣子的數目加1 等於把前面這個算進去 所以如果是0.000000316 換成科學記號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六個0 它就是3.16乘以十的乎6 那如果是310 316000000 316萬 四個0 那換成科學記號呢 四個0之外 從這裡走兩步嘛 所以要走六步 那這就是科學記號 好啦 那請大家練習一下齁 這個我們 這裡還有四個題目 那一如往常在學生練習的時候 我們來聊一聊 今天我們要聊這個 我之前沒辦法有沒有跟各位介紹到 我個人蠻愛寫詩 我現在寫的當然是詩詩啊 那個 那到底怎樣的東西算是 categor誌齁 具有這個一點點的藝術性呢 我想可以參考一下孔子他有一句話 他說這個,文聖直哲食 文聖直哲食 然后如果是直胜闻者也 什么意思呢 闻就是你写下来的字句 你的文采 那直是你想要表达的事情 那闻胜直就是说 你的文采如果多过了你要表达的事情 那你写得太华丽了 可是其实呢 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很空洞 就是堆砌了一大堆的文字 其实没有要讲什么 那这种不算是艺术的创作 这样不算是诗哦 那直胜闻者也 那个孔子认为 如果你想要表达的很多 可是其实你写不出这样子丰富的内容 那你的这个语句就会很粗俗 那诗呢 我觉得它是要直 也就是你要表达的这个意思 要异于文 你使用的文字呢 它要有更多的意思在背后 可以让读者感觉到 如果你只是自己觉得 我内心很澎湃很多话要讲 可是你讲不出来 那直胜于文字而已 那当然是不好的 所以你要把它成功地表达出来 而且你表达的文字呢 它要能够有很多背后让人家联想的意涵 所以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杜甫的诗 国破山河在城村草木深 其实以这个一般阅读来说 我们看到一开始它就破底了 它的意思在国破这里 可是呢 它这样比如说前面两句话 写最好的在哪里 它最好的是描述在这个 城村草木深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春天一到 那个城市里的草 都长得很高 可是为什么城市里的草 会比如说街道上 都有一大堆的渣草 为什么可以长那么高 因为没什么人 如果大家有去看那个 有部电影 《我是传奇》里面 就有这个画面 纽约里面人都死光搬光了 只剩下僵尸晚上出木 白天的时候 主角走在纽约街头 那个草长很高之外 还有玉米 有长玉米碎 那你就知道说 这就是荒凉 所以它用这个草木深描写出 那个画面 背后代表的是荒凉 那成功的去形容了 这个国破 所以如果我只是讲国破 或者我只是讲国破三合在 这都没什么 就只是在描述一件事情 那你要表达的跟你的意涵 其实就只是相当而已 可是你补上成春草木深花 那个背后那个感觉就很多了 感时花见泪恨别了心情 如果我只是跟你说我很感伤 我很这个优愤 那这样没什么 过多感伤 就是这个花会滴到我的眼泪 那个鸟飞起来我会被它吓到 你就知道我很投入在这个感伤之中 所以这个就是诗 就是你能够描写出 我只是描写鸟金星 我只是描写草木深 可是其实它背后 哇有很多的意涵 然后会让人家有所感动 那我们举一个现代的这个作词者 那我也喜欢它的作品 叫灵系 不代一提啦 其实这个灵系的词 大部分都是粤语歌 比较 它是香港人 所以它的粤语歌词写得比较好 中文的有的还可以 那这个是它的一首作品 叫油彩 以前王妃唱的 它有这么一句 看着蝴蝶飞不过天涯 那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有看过电影 或者是尤其是梁柱 那个到最后 那个一双情侣化为蝴蝶 在天上飞啊飞啊飞 那你就会看到那个画面 它就飞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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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么样 飞上云端飞过天涯 到美好的世界 双树双栖 这一切多么好 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 你看到有蝴蝶 就算是一双蝴蝶 它在草丛上面飞啊飞啊飞啊 飞啊飞啊 它会就这样子飞飞飞出去了吗 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尤其在都市里面 高楼大厦啊 它根本飞不过去 那你看着这样蝴蝶在那里飞 结果一直都没有飞过天涯 你会觉得 哎 有点遗憾啦 可是呢 怎么样 你也不能够去怨怪它 因为 本来就是飞不过的 那它这一首 歌呢 它就在描述一对情侣 那大家都很 很看好 它们这个 很登对 狼才女貌 然后彼此也 原本也很喜欢对方 结果没想到时间一久之后 越来越不适合 终于走到了要说分手的那一步 大家又开不了口 那 看着一段感情是原本应该是很美好的 结果走向了一个不完美的结局 可是其实也不会真的去怨怪谁 那 这个就是它要去描述的这个情景 所以它透过这个 你看到蝴蝶飞啊飞的 结果没有理想的飞出天涯 谁要有权不理解 传达的这个画面给你 然后有了很多的感触 这就是了 回来上面这四题 不知道你怎么解这一题的呢 这个一万公分是一百公尺 所以其实一百公分是一公尺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解 或者是我们来看这个 0.3公分会是几公尺 那0.3公分的话是几个 几套呢 我刚刚有说 这样算一套的话 它是 万分之0.3套嘛 乘以一百 所以它是约掉 这个剩下 呃 百分之0.3 也就是千分之三 来我们来写科学记号 所以千分之三科学记号怎么写 就是千分之三 来教一下分数 等于三乘以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那根据指数率千分之一是十的负三分之一 所以它是三乘以十的负三 所以它是三乘以十的负三 可以吗 然后25公分是几公尺 那25公分是几公尺 跟刚刚这题有点像 我应该要出到这边的 不过没关系 所以它是万分之二十五 乘以一百 所以是百分之二十四分之一 那还是写科学记号 所以四分之一是百分之二十五是0.25 你看这个我们之前都一直在讲这些数字的关联 0.25的话是2.5乘以十的负一 我们再来说明一次 0.25然后你写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整数的第一个当个位数 所以你小数点会点在这里 所以二次写2.5 那十的负几 你看前面有一个零 所以是十的负几 前面有四个零 连前面这个都要算 这个一三二零零 两个零之后再走两个 1.32乘以四个四 万分之1.32 就是1.32乘以万分之一 是十的负四 因为一万是十的四次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上次留下来的作业 好 写这个指数率 那我写快一点咯 二三分之二的负三次 所以是三的负三次 乘以二的负三次 乘以五的三次 然后二的负一次 所以会变成 好 那注意哈 这个负是什么意思 负就是分之一嘛 所以其实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先整理掉它 三分之二的负三次呢 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a的负一次就是a的倒数 所以三分之二的负三次就是三分之二的三 就是二分之三的三次 它的倒数 可以吗 好 所以 来 改一下 这样比较好算 所以二分之三的三次 会变成 二的三次分之三的三次 好 那这个也一样哈 它这里负一次 我们可以干脆把它改写成怎么样 跑去分母 跑去分母这里有一次 可以吗 那上面没有东西咧 其实是1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 在底下 其实会有二的四次 乘以五的三次 上面是三的三次 这样可以吗 透过这个题目 让我们更了解到指数率的使用 这个三分之二的负三次 那这个负号代表的是倒数 所以倒过来 就变成二分之三的三次 所以这个二的负一次也是 二的负一次是乘二的二分之一 是乘二分之一 所以是跑来下面 上面变成一 再看这个 625分之一除这个 那0.008是多少呢 这个我们之前有学到这个 125跟8合起来是1000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它 0.008是千分之八 所以其实你可以跟它约掉 所以是125分之一 所以它是 625分之一除125分之一 625是5的四次分之一 除5的三次分之一 就是乘5的三次 所以是5分之一 可以吗 上一次上课 一个重点就是要比大小 那我们说了 你要去比大小两种比法 一个是去比底数相同 然后看指数 一个是去让它的指数相同 那要怎么区别 你如果可以捕捉到 92781 其实都是3的次方 你就会把它换成是3来当底数 所以这个是3的3次的9次 这个是3的9是3平方 3平方的9次 27是3的3次的6次 81是3的4次的5次 所以它是3的8次 所以它是3的8次 这个也是3的8次 这个也是3的8次 这个是3的20次 所以最后这个比大小的结果 是这两个其实一样 然后比它小 可以吗 可以吗 来 下面这里 那下面这个比大小 这个 625是5的4次 所以然后16是2的4次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它们都是 次数都是4的倍数 所以我们来 改写一下 3的4次乘上5的4次 那 那我们也把它换成4次 所以呢 我到时候要写成 什么的4次是4的8次 那 8就会有一个2跑进来 所以它其实是16的4次 然后这里是 后面这个是 2的4次乘以7的4次 所以根据指数率呢 这个其实是15的4次 这是16的4次 这个是14的4次 所以是这个最大 这个第二 这个第二 这个最小 对吗 这是上一次的作业 好 那最后我们还要再来练习一下 今天教这个指数率 一个简单的做法 就是我们要去做进位和退位 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先不管科学记号基本的规定 我们来练习一下这个进位和退位的事情 来 在你的本质上也写下这一题 好 也就是说1.37乘以10的5次的话 我要写成13.7乘以怎么样 好 那你可以想想看 我前面这里比它多10倍 所以它一定是后面这个10 借了一位给它 所以自己就剩4个了 可以吗 就练习这个 那我这个比它小 我这个是它除以10 所以你要维持等号成立 那你除了10要把10乘回来 所以是 这里其实是6 到时候你把一个10给它 它就变1.37乘以10的5次 来 写写看这个 那 所以呢 我要让后面变成 我们刚才是调前面嘛 那我们现在是刻意要调后面 我要让后面变10的-3 所以后面这个部分就会少10倍 那所以10倍就要跑去前面 所以这里是27.2 如果我要让后面多10倍 那前面就要少10倍 所以就会变成0.272 这样子可以吗 那我们今天的作业 今天介绍的内容呢 这个其实是比较少一点 然后我们花力气来复习一下 上次教的指数率 然后说明了一下这个单位换算要注意的事情 其实我的教法一直就是这样子 我会教你一个怎么样想 是我的经验比较好 像单位换算 我会跟你说把它是为一套 这样 你不一定要照做啊 但是你多知道的这一件事情 至少它可以在你验算的时候用得到 嗯 好 然后确保不会错 然后确保不是凭空用想的 所以学数学 你一定要确实的知道是怎么算 不是凭空想像单位换算也是 最忌讳的就是 嗯 好像是应该是 嗯 是不是要除以什么 这样子 最忌讳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正确的学习 然后透过练习把它内化 把它变成是你自己思考的一部分 然后正确的来用 来去解答 那这就是今天的课啦